我們一開始都是教小朋友誅心算 我們又有小朋友參加我們一些國際性的比賽 有一次去到一個比賽 小朋友覺得我們的算盤很有趣 問我們的算盤在哪裡買 其實是我們自己訂回來的 整個構思都是自己做的 問可不可以跟我們訂 我們覺得也好 原來我們的產品有人喜歡 這個算盤是我們自己研發的 紅色珠會刺激小朋友的思維 我們做了一個按鈕 我們叫清盤按鈕 按鈕按鈕就可以幫你分開上高的珠 我們叫上珠和下面的珠 對小朋友來說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我們覺得外國客人 或者有很多外國人都未必參加比賽 我們認識到 我們可以渠道可以認識他們 我想網上也可以幫到我們 我又試試一下阿里巴巴 原來工服務員和普通員 的差別是有人教你和沒有人教你 是有很大的差別 但原來出口的訂單帶 客人的要求有很多 他要你出口做 有些客人要你去驗整批算盤 當作玩具 玩具的要求也很高 很多監察都讓我們知道 原來他們 外國人對小朋友使用的東西 原來很關心 阿里巴巴幫我找了很多 我完全不認識的國家 你給阿里其中一個 剛剛前兩個星期送了一批貨 我有一次很驚訝 一大段全部都是錯 我完全不懂得看 什麼文我都不知道 怎樣去翻譯 對我來說是很困難 阿里巴巴有很多 有些翻譯的功能 也有些訓練員 可以讓你即時溝通 其實我看到有很多客人 如果大家沒有一個平台 就溝通不了 我剛剛也是提醒你 已經完成了 我為什麼要加入 最善美的社群 不是一個人 的名字 然後我做了 你現在都會回到 這麼多人 你的社群 你找到 按 好